這個苗栗縣議員曾文學他爆料說 因為晶圓電子的員工去跟他陳情 說晶圓電子不准他們再戴有防疫功能的醫療口罩 只能佩戴公司所佩發的白色無塵式口罩 因為他特別有公司當時真的有這樣規定 這是醫用口罩不准戴 那麼你只能戴公司給的白色口罩 那公司一定有他的考量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種口罩他有經歷經過處理 他無塵的 這種口罩很可能是就是醫療用口罩有灰塵 那無塵式你不能有灰塵 你很可能造成裡面就個工廠有問題 請教一下這個李醫師你怎麼看 是的 這個醫療級的口罩 跟一般所謂防塵的口罩 或是環保的口罩等等 或是甚至有一些活性碳口罩也好 他們是有差別的 因為我們醫療級的口罩的話 他外面不知不在裡面 那個一些有些靜電的反應 可以把這些病毒吸進隔絕在外面 這是醫療級口罩 跟一般的這些口罩 材質還有他的作用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他防疫的效果是差的對不對 就是說如果是工廠發的 對 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那可能你那個要先做快篩陰性 先做快篩陰性 這樣子比較安全 這樣你到無塵室裡面工作 這些點才不會造成群聚感染 對對對 因為員工說我們都在裡面 然後大家是密閉的空間 如果有一個人有病毒 那就全部染了 任俊兄 所以我剛剛講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把它變成是一個封閉的群體 那前提是如果大家都是安全 或許他封閉的環境裡面 大家都OK 可是如果有一個是你根本搞不清楚的時候 你把它大家都封在裡面 那不是更糟嗎 所以工廠或者是公司 本來就應該要提供他一個安全 跟友善的一個工作環境 可是我更比較 剛剛更害怕的其實是 如果今天這一家公司 他的說法是我每天也是這樣做 我要去 你知道嗎 那全台灣有多少的工廠 其實有可能是引爆 就是有在這個危機之下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現在我們看起來 他確實出現一個狀況 也就是今天這一些人交互感染 交互感染到什麼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一顆都是一大堆 那我就講今天因為這一家公司 那這一家公司要搞了三四千人 然後在那裡去驗 然後去做這些 那其他的呢 這還沒有包含到偽陽或偽陰 所以我覺得比較可惜就是說 我們在過去裡面 其實有談論過 在每一次事件發生的時候 大家都有提出一些 可能會發生的危機 就像照護中心 你記不記得今年一月布桃的時候 因為布桃裡面上面也有一個護理之家 那那時候其實大家就有提過就是說 那護理之家有沒有可能 因為他的什麼接觸或是怎樣 而產生另外一個狀況 那結果今天我們看到的是 確實在養護中心裡面 有爆發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一個是人員的問題 第二個是難道只有單純人員嗎 我們在過去幾個 如果在群聚裡面發現到 他不只是人的問題 而是他其實也已經有一個地方 成為感染源了 也就是說那個地方成為有病毒接觸 附著在那的時候 你再怎麼防護都沒有用 這個事情其實比較容易處理 因為其實雙北都有那種機動快篩站 就是這是需要縣市政府可能要予以援助 然後我這個地方設一個機動快篩站 所以我就針對你晶圓電子的員工 七千人全部進行一次篩檢 那我覺得晶圓電子他的問題是在於說 他之前的確就沒有分流 因為他說要分流 但是員工的講法是說 我們都沒有分流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發生的問題是 好 因為現在晶圓電子要全面的篩檢七千名員工 可是他不只一個地方有場 他在竹南還有場 他現在把竹南場的人全部叫回來 總公司這邊來篩檢 那所以竹南場的人就很擔心啊 不行啊 你那邊在疫情發生 你把我們所有的人又招回去你那個地方去做篩檢 會不會又引發另外一波的群聚 工廠的外籍移工上面 我真的有也認為說如果企業本身有這樣的風險存在 其實應該大規模的進行快篩 然後這種方式來讓企業本身的運轉能夠維持順暢 你看這個移工這樣的染疫會不會新加坡事件重演 會因為去年新加坡三十萬移工去年新加坡最誇張的時候是十五萬一半的移工是染疫的 新加坡的染疫人數九成是因為那些移工 那新加坡後來果斷怎麼處理 都叫出來也在醫院成立起來 然後把他放在岸邊船上等等 然後大規模的篩檢 確認你沒有問題才把你放出來 新加坡那一段時間是真的就是我們提到的 真的是一個準封城的狀態 其實政府的超前部署要去思考 我們有七十萬的外勞外籍移工 這些人怎麼辦 那還有非法的情況 那這個部分其實韓國他現在做法怎麼樣 韓國現在也在施打疫苗 他其實政府就公開出來講了 你排序可能排的比較後面 但是只要你願意出來 我不管你合法你非法 你願意出來做篩檢 你有需要出來做篩檢 或者是你未來登記你可以施打疫苗 這些所謂的移工 不管你合法非法 你全部都可以出來 不會因為你是非法 你出來做我就把你送回去 我覺得我們韓國是這樣做的 那馬來西亞也類似這樣的做法 就鼓勵這些移工出來做篩檢 或者是這個對來的施打疫苗 那這些東西其實是現在企業跟政府要共同 進一個這種責任的區塊 苗栗本來好像一塊淨土 對 我們真的沒有想到苗栗今天會拼出來 所以就代表說這個東西的拓散的風險性 就是移工這個區塊的不確定性 其實是非常非常高的 對 然後你看今天臺南市又抓到十位越南級的 蔓營的這個女性 女生 對 還好他們採取的是陰性 我覺得新加坡的經驗 韓國的經驗 的確可以來做我們做參考 所以感到真的疫苗進來之後 那我覺得他們 因為他們也會影響到我們 他們的健康也很重要 也會交互感染 所以這個東西也要把他們到時候 要注射的不是只有我們國人 包含這些移工 甚至他可能是身份有問題的 我們要鼓勵他出來 是 但這是有一套配套機制 可是現在不能說 即便我們自己打了疫苗 他們沒有打 那繼續感染 在那邊 到今後